李敏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不管是谁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而精彩的人生历程 关键是你如何的去发现它 挖掘题材并且把它表现出来 这就是制片高手的本领了 李敏博在艺术创作上 他深深的感受到他所追求的艺术哲理 是赢在内涵胜在创意 精在构思美在设置 意在沉随贵在用心 尽管李敏博制作了许多影视作品 但他最自豪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还是在2014年拍摄的一个纪录片 这个作品就是他父亲的艺术人生的写照纪实 是一句中国的名言激发了李敏博制作这部影片的动机 这句话就是树欲敬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在 这部影片就是要承传中国传统文化 以孝子之心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为此李敏博花了三年的时间在悉尼和广州两地 实景设置了近二十多集 他的父亲也就是中国一位著名的书画家李嘉培先生的 名人纪录片《李嘉培艺术人生》 影片制作出来后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赞誉和好评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在这里宣读课词 三 二 一 李成 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了手影式的活动 李敏博先生在设置方面 他广泛地运用了各种的电影的设置手法 比如他通过了用光打灯镜头切换和机位移动等等 还有生动的旁白解说 插上了多首优美动听的音乐和音效 创造出了更精彩的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效果 媒体写道 这是珍贵的艺术人生的历史存留 是父子此校的真情再现 低调务实 中厚朴素 虚怀若骨是这位艺术家的特质 他以无比的毅力一直默默耕耘 以一笔修炼心性 将艺术创作不断升华 数十年来 言传身教 无私传授 将自己奉献给中国书画艺术 现在就等我们来看看 这位中国书画家李嘉培先生的艺术人生 著名书画家李嘉培先生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是继无子父书画大师之后 当今在宁南一带成就较为突出的 秘书名家之一 他大胆地将中国国画和欧洲西洋油画的 秘书精髓融合为一 表现于中国书画之中 而且自成一格 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书法艺术教育者 言传身教 无私奉献社会 他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 深受客界人们的尊敬 我们就从他逆界的展览里面 所得到的好评 从而得到了影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嘉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嘉宗盛 嘉培立书知名越海 独树岭南 这是李嘉培老师在书画艺术界中 享富盛名的体现 如果说李嘉培立书是他的一面旗帜 那么其笔下从立书的感悟中所演变的怪字 就更是明洞江南海外扬升 何为怪字 它自称它是一种已输入化的遍体立书 其象苍尽古朴 其行天然义曲 据了解 李嘉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就泼墨变法 把现代舞蹈和盆景树木之棋子入书 达到书画融会之大成 定格在神态各异的混合书体上 创出了别具情趣的历书 说字四话 其线条圆厚松弛有度 行似根境乃树之风华 其流畅起伏如流冰灵动 婉转藤螺间 潇洒脱俗 其解体方整 严谨 而又不失匀称 皆在和谐中求变而统一 优雅自如 可谓天道自来 李嘉培 是一个低调务实的人 默默地研究书画艺术 以一笔修炼星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秘书 他的秘书苍敬古雅 意态天然 笔画重而不笨 轻而不服 深得看待悲惑的神韵 他更以现代舞蹈和盆景树木的 扭旋棋子入书 书画融绘 独创 混合自己 精益意态 妙趣横生 一方面 体现出 他对艺术创新的精神 另一方面 又显出他的淡泊意养 虚怀弱骨的博大修怀 读他的作品 会令人心灵远离浮躁 沉醉在远远流长的 中国文化艺术之美丽当中 释法来说 书法不能单纯说法则 只讲法会让人感到枯燥无味 最重要的是要有情感 带有情感的书法 是让人有种享受的感受 不过 在没有熟练用法来书写 就不能用情书写 这个法和情感相互影响 我们最终需要写出有情感的作品 在这碧香远溢的绿海里 那圆圆的翠叶仿佛是君子的品性 好像敞开淡泊明智 宁静致远的胸襟 绿叶连波 固守淡泊明丽的心灵秉性 真是感天动地 荷花 她那娇嫩的枝干 浮面而来 像美丽的少女 正踏着无边的翠绿 帕阳远远的心灵秉性 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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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淡雅 悠悠清香 风轻 气正 脱俗 潇洒 充满自信 每润 每润人间 展示淡定 素雅 洁净 坚强 挺拔 出淤泥 而一尘 不染 青春宁静般的圣洁 和大自然 走得更亲切 低调中 显现出了高雅 具有非凡的气质 所以 荷花 在李家裴老师心目中 是真善美的化身 荷花 是神圣 静洁之花 是他提升品性 修炼人格的榜样 李家裴 憧憬梦寻 寄情与山水之间 以特有的文化人格理想 以中国书画表达人生 所感悟的境界 给书画艺术注入了汗墨精神 李家裴不仅在洁白的宣纸上 画上深爱的荷花 更重要的是 学习荷花的品性 他修炼了一颗甘于淡薄 安静的心 执着地追求荷花的高贵品质 他的作品不断追求 意 趣 妙的精神和境界 使诗 书 画 相生 相容 蕴藏着强劲的生命 自然韵律 和神情趣味 什么是艺术呢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艺术等于手 加脑 加心 何为手 例如这一张台 照是照样 让你去制造 这是单纯用手 可以解决的 这叫制造 何为脑 如何这一张台 要重新设计或改良 让它变得更好 这就要动脑 在动脑过程中 得到的就是技术 何为心 心 即感情 画一幅画 写一幅字 都要写出 作者的情感 这才能成为 一幅艺术的作品 还要加上 作者的个性 面貌 和风格 在幽扬 幽扬 婉转的古增 乐曲声中 衬扬 衬托着一颗颗 造型独特 腾根交错 神态各异的 盆景 深深地吸引着 李嘉培 这位艺术家 令他融入 创作灵感的海洋里面 成为他写生圣地 这些盆景 既有传统的韵味 又蕴含着 时代的感情 不断体现出 时代的风貌 和鼓舞人们 积极向上的精神 这一切 是孕育 李嘉培 几十年来 创作的 灵感的温床 艺术 艺情 中国书画艺术 和古增音乐 有着微妙的关系 好像心灵相通之处 令两种艺术的 相容相气 无疑给了这位书画家 更多的书写快意 和创作灵感 这个境界 是李嘉培先生 几十年如一日的 执着追求 对书画艺术的 用心用情的奉献 著名书画艺术家 李嘉培先生 就是一个 能把音乐艺术 应用到他的书画艺术 笔法当中的表表者 他通过点线的粗细 浓淡 行笔的缓急 强弱 张法结构的疏密 与节奏 表达出 优美的旋律 韵味 李嘉培的书画创作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并将线条艺术 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书法 有如看得见的音乐 表现着他内在的心理体验 以及微妙的丰富情感和色彩状态 让欣赏者在轻见七行 轻闻七声中 获得一种艺术美的享受 唤起感情的意象 嘉培书画作品 幻化为一曲空灵美妙的音乐 一幅鼻舞墨韵的图画 让人们都得到一种 生命的自由和心灵的释放 表达一种大自然的韵律和节奏 他以画意诗境为灵魂 形成一首蕴含节奏的 韵力感极强的生命之歌 这种节奏就是生命的节奏 中和 不偏不倚 恰到好处作为中国文化的典范 这也是书法艺术的指导宗旨 从嘉培书法艺术当中不难体现 并欣赏到在他笔豪之中 无色而具有图画之灿烂 无声而具有音乐之和弦 令人欣赏 李家培这位书法家 就是通过单纯的黑和白 这两种最普通的颜色 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修养 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 他如意诙谐 早已达到心望于笔 手望于书的境界 他在书法上不断追求和谐的境界 通过参差错落 互相对比 调清配重 浓淡相见等艺术手段的运用 达到一种总体平衡 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 主张以广阔的胸镜 海纳百川的气概 兼容并包于书法艺术中 正如我们曾经提及过的 书画评论家 莫各博如此评论 李家培先生所作的历书 线条圆厚凝重 尘实处不呆板 灵动处不轻飘 解体方整临起 茂密匀称 张法整体和谐 变化而又统一 具有很强的形式美 自少力至大都市 平生性得又扶持 书画成绩稍有异 感激不尽 无恩师 历法成前学汉碑 艺术相通 药物思 宝浦寒针 行神碑 熟中求生 允相依 默默默 默默耿耿 数十秋 诗心书画 又何求 一风攀高 书不易 好评鼓励 作天愁 米家培 追求艺术的毅力 和无私传授的精神 承传了 也发扬了中国书画艺术精髓 祝李家培先生 扬提奋进 永不停步 不断开创着属于他的一片新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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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